嘿大家好,OiSin,大家好,吼欧瓦純厚 今天的影片呢 是出于一个小小的这个 啊很想要跟大家讲 啊反正最近的这个星耀A牌啊 啊我觉得打野呢 都有点不给力啊不给力 那我自己呢本身都会走中路跟射手比较多吧 那当然了打野呢很需要去带风向 但是呢有时候风向也是可以有其他路带 但是打野跟辅助主要会是带风向两个角色 那遇到很多打野的真的是很神奇啊 该支援不支援 该打架不打架 血都没少就不见了啊 该该这个往哪路靠 没有这边瞎晃 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来出个这个打野的一个教学 那当然了这个有比多更多人比我更会打野 但是说不定你就刚好吃我这一套是不是 那我尽量的详细的解说 大家只要记得现在要干嘛 这个口诀一直放在心里 就知道就知道你现在要干嘛 那为什么红bub会不见呢 所以我们刚刚集体想要反 队友想要反红 所以我们的艾翠斯想说呢防晃未然 怕对方来反我们家的野怪 那就直接的 包了红bub吃掉了 那刚好他对到铝波的时候我也没有上市 吃零鸟吃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好像可以打 我就顺过去打 好了那我们现在呢 呃时常提醒自己现在要干嘛 现在对方呢很有可能 纳克罗斯打野很有可能准备要吃魔龙了 所以呢你要往开始往上路靠 那这边呢我们在中路肉头 只是吓一下对方的罗尔给他们知道说 诶我们打野来了 所以呢我觉得纳克罗斯应该就不敢吃魔龙了 应该就没有那雄心豹子蛋了 因为我已经来了嘛 你再吃你就是太北吧 结果哇操这纳克罗斯真的北吧 哪有纳克罗斯会在刚开始就吃魔龙的根本没有啊 所以这个纳克罗斯很奇葩 那一定要弄他一下 这边呢他招收到我跟克里希的袭击 这边大招借由着 借过一下谢谢机器人 借由的机器人直接冲到后排来刷爆对方两只 那这边呢罗尔在旁边满血 那对方的Omega呢也是这个血量满多的 所以这波有点可惜大概只能收两颗头 但是呢我们还是收到对方的打野 好了那现在这边呢我们就不要继续打了 因为我血量剩一半 在前期我们齐尔呢 这特性就是血量特别少 血量的特别恢复不容易啊特慢的 所以你要非常非常谨慎的保管自己的血量 要看一下自己血量的这个状况 千万不要一气用事 就直接大刀刷刷刷刷刷就过去了 齐尔在前期啊是没有办法一个大招去秒掉对方的 来像这边这个罗尔姬离他法阵有点远啦 我这个二一二技能刷到之后 二技能再刷上去一个普攻直接带掉 那刚刚的话呢我以为克里姬可以跑掉 所以我没有先帮他 那没想到居然 这边罗尔还是冲进来刷掉克里姬 那我呢就即时的过去一个大招 但是呢如果呢是他们有队友的话 那这个就绝对不能刷过去 因为大招很有可能被封散分散了 那但是只有一个罗尔在 所以就觉得可以 来看一下下路这一波 下路这一波呢现在呢当然就是要救他 一个一技能先刷到 确定两成刷到之后 二技能再往前推 这边二技能又好啦 这时候我大招本来想直接刷纳格罗斯 因为他血量比较多 但是居然因为我们设定那个 先就是先就设定血量绝对绝对最少的那个 攻击顺序 所以是先刷死呂布 纳格罗斯已经离开攻击范围 就有点小可惜了 不过没关系 好了那我们先出生命法杖续航一下 那对方呢这一场有罗尔在吗 还有吕布在 所以呢你必须出 拘魂路 拘魂路是必须的 必须给他出出来的 好那我们现在呢可以看一下 上路的话 队友准备要推那一座塔 对那下一个吕布出现 对方罗尔在中路露头 那对方纳格罗斯呢 很有可能会去吃到红buff 这边就罗尔就躲在这边啊 我这边是想要先刷一下 看二一剑回来能不能刷到 就居然没刷到 那我就赶快的大刀开起来 但对方吕布支援的非常及时 我的死刀打出来之后 也是被对方的 纳格罗斯应该是一个gank 就隔屁啦 小可惜 好了那我们现在呢 要来试一下自己这个 丰刃的瑞丽朵 那你看到对方纳格罗斯 只被我打了半套 血量就去了一半啊 纳格罗斯也是下了一个大惊 从早到晚失射 这边看到一个 哎呀要命啊这个井 你在这里干啥 好来我直接过来就轟掉对方这个井 这个井呢还想偷吃野怪 被我看到 你知道吗 本来我已经想说啊 放过他们一家七小 去吃自己家蓝buff 就遇到井 好来 这边又看到对方的红buff在 可是我看到纳格罗斯过来 这边还有个机器 来我们先刷一下 走偏了再回来 让他跌到两层 确定跌到两层 再一个二技能往前 准备往前飞过去普攻一下 再刷新二技能 一技能再NU一下 确定两层再往前刷 但这边的话呢 紧要不要丢大招先不用 因为这点血量是OK的 我知道对方会来追击我 所以我的大招留在这个时刻 大家看就是这个moment 好对方血量只刷到三分之一 不过没关系 我这边的话呢 准备二技能做逃脱 结果卡墙 神卡墙 那这个失误呢 是没办法的 我觉得 对就是那个卡墙 做的不太好 那这边的话 我们的蝴蝶不会被抓掉吧 我赶快大招抓一下 就吕布临死之前还是硬式的 换掉了我们的克里希 真的是相当可惜 也没救到 那我们呢 这边的话 没事的时候继续浓野 这个时候才可以浓野 那对方的野怪刚刚也被偷的差不多 所以想说就算 先不过去晃 那这时候呢 队友在呢 就可以吃个魔龙 可是我靠上路 机器人在跟我们艾翠斯互相打击 想说过来看一下 这个二技能刷到机器人之后 一个普攻 二技能又成功刷新 一技能再刷过去 又刷两下 二技能再过去 大招直接搅起来 因为我怕对方机器人把我控在里面了 那这边的话 对方已经三四个人都集结来了 我这边一个一技能刷到两下 但是我不太敢再往前 对方的人的比较多 还是要保密一下 好那吕布呢 看到我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直接选择落跑 那这一点呢 是OK 因为他知道他打不定我 可是呢我跟你讲 我心机更重 吕布的血量状态其实蛮不错的 所以这波兵线来 他一定觉得会离开了 那又过去清那波兵线 那就直接被我逮个正招 等一下我们大招直接搅上去 让他连开大招的机会都没有 他大招开起来 因为也没什么兵给他吸血 所以他不可能吸得了血 直接一招 就给他收掉 那现在呢 中路的兵线来了 现在要干嘛 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要去推中路 那已经把中路兵线推掉了 那现在呢看一下 是要去支援还是要去推中路呢 我们选择直接过来支援 收掉一支之后 吕布过来 他的位剑已经搅光了 那必要时候大刀直接全部搅上去 也是可以 这边呢 我们的小丑呢 拿了一个Double Kill 那现在又要干嘛 现在呢兵线没了 所以呢 你也没有办法再推塔 所以我们就去把兵线带一下 顺便吃凯薩 好 那我们顺便呢 因为有生命法杖 所以你就可以吃点野怪 回点血量 那 我们先把兵线都整理过去 让兵线呢 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视野 然后之后呢 再去吃这个凯薩 那对方的机器人过来啦 我想说先逗弄逗弄对方一番 看一下能不能消耗多少血 其实我觉得刚刚 为什么不开大招 原因是因为 对方呢 可能很可能后面会有一些后勤补给 所以我就不选择开大招 反而呢 是在那边呢 就是先试探一下 看一下这个机器人的血量状态 那我们把兵线控的很好 机器人又过来了 我一个二技能 啊飞过来 但是一技能没刷好 所以呢 我就不再往前啦 那对方的纳克罗斯现在在上路 我们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吃凯薩的 但是呢 因为已经开始慢慢往上 本来是想要就推中路啊 那这边再下去走凯薩就有点远 那我刚好对方纳克罗斯的蓝buff在 红buff在 所以想说先偷了 这时候呢 对方紧的走得很出来 我们大招直接脚上来 没问题 没问题 那看一下喔 这边对方机器人被我刷子之后 我们面临一波二打一 但我技能都还没好 那队友过来帮忙 就对方罗斯一次收掉我们两只 这时候阿塔过来 但是我很担心啦 因为阿塔没什么伤害啊 如果让罗斯打续航战的话 那必定啦 必定就 这个罗斯可以收掉阿塔 果然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莫非定律啊 484 好了 现在对方呢 抓到一波突破口机会 机器人刷两成 二剑刷工去 成功的再把二剑刷出来 这时候呢 罗尔呢 二号不说直接开大招 因为呢 让罗尔刷起来绝对很麻烦 那这边阿塔呢 一个闪现 成功的有打到对方的井 这边我们再跟着过来 OK收掉这个井之后 现在呢 对方的中路兵线已经突破过来 基本上这一波也许 也许可以推到 但是呢 因为对方的人复活 再加上我们兵线也还来不及过来 所以我们就先拉掉 那现在呢 对方呢 在中路这里打了一波 如果起来还算不错 所以我这边就 看了一下 队友包过来了 我们直接用沉没 然后让对方的逃不走 那这一波的话 成功顺利的收掉两只 现在是一个 4打3的节奏 吕布刷出来 我还有凝霜宝珠 所以我完全不害怕 这时候呢 我们的井呢 遇到了这个艾翠絲 那 队友呢 过去支援之后 又收掉那个井 所以现在这一波 我们可以稳稳的打进去 对方死了4个人 只剩一个人 大招就直接收掉了 好了那这一场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 打矮的实战解说 只要大家 一直想着 现在要干嘛 去做最正确的事情 那就可以帮助队友的带出风向 好今天这一部影片 我们就到此为止啊 如果下面就订阅下 YouTube频道 那忘记讲 那个人的实力呢 也是很重要 技巧也是蛮重要的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 还想看玩什么角色 底下留言 留起来拜拜